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 轻松地闭起来 然后就请大家回想一下 笼合法圣师父所教导的静坐 要点 也就是有轻松舒服 有觉知正念 有持续 还有观察 这是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轻松舒服 失败 失败就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身体失败跟心理失败 如果身体感到失败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 心也会跟着失败 如果我们的心感到失败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身体也会跟着失败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觉知正念 我们维持轻松舒服的同时 我们可以保持觉知正念 清醒的觉知正念 无论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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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觉知正念 无论是失败 或者觉知正念 这两个都要平衡的 第三个重点就是持续 如果我们感觉失败 而且可以维持清醒的觉知正念 如果我们感觉失败 而且可以维持清醒的觉知正念 duber出现最维持续 让这个感觉持续下去 第一四个重点就是 onder这欠 réf VIS 观察辨论 Nивać 等我们背景知定 当我们静坐到一段时间 然后我在静坐立体 alimentos诱 weit тру지 我们就继续持续下去 如果我们静坐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观察 为什么今天我们坐得特别好 是跟坐姿有关系吗 跟天气有关系吗 还是跟饮食有关系 我们就观察一下 同一个道理 什么时候感觉今天静坐坐得不是很理想 那么我们也要观察 哪里不舒服 或者为什么今天有很多杂念 我们就观察一下 当我们找到了问题的起源 是从哪里来 那我们就要小心 要改善 等到我们写一场静坐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要怎么做 怎么改善 才会让我们的修行经验 越来越进步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一起做第一个 要点 就是 是吧 从 我们的身体 开始调整 我们就以轻松 是吧 摆着桌子来打坐 怎么做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是 我们是没有勉强的 这样就可以 如果我们坐到一段时间 哪里有出现 紧绷的感觉 哪里出现 顺缩麻麻的感觉 我们就应该 先调整一下 让我们全身的肌肉 都放轻松 因为静坐的核心 就是spy 所以 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调整身体 也没有关系 慢慢来 从头顶到脚顶 全身都感到轻松 spy 哪里有重重 紧紧的感觉 我们可以 调整 甚至于我们想换坐 或者也没有关系 慢慢来 慢慢来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 调得切如气氛的话 我们只会感觉 我们只会感觉 身体变得很轻 也就好比 我们正在穿着 柔软的衣服 一般 宽松的衣服 柔软的衣服 感觉轻松 spy 然后我们一起来 深呼吸 两三下 增加我们轻松 舒服感 我们来 又深 又强 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 的吐息 再一次追深 追深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 慢慢 的吐息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吸到最饱满 气的终点 是直接到我们 腹部 的中央那里 然后当我们吐息 的时候 我们就把 里面 所有闷闷的感觉 所有的 压迫感 宣布 都排 都排 出来 我们再一次 追深 追深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 我们的吐息 现在我们的体内 感觉轻松 spy 然后我们可以 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的身体 就像一个气球 一般 当我们看到气球 我们就会联想到 它很轻 当我们放这个气球 气球也会慢慢的 浮上来 慢慢的 浮上来 我们的身体 也是一样 现在我们的身体 变得很轻 好像能够 慢慢的 浮上来 跟气球一样 轻 越来越高 越来越失败 感觉轻松 自在 我们就抛开 一些 放下 所有 静定 舞台 现在 现在 无论是什么 浮腾 什么 关爱 全部 都分 下来 让我们的心 能够真正地 休息 真正地 体会到 SPA 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心 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 也就是差不多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 把心宁静 轻轻柔柔的宁静 定在于身体的中央点 心越静 越定 舒服感越来越增加 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地扩展 扩大 让我们整个身心 感到 说不出 无法形容的快乐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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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 那么 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 练习 一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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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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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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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要心心地动念 我们的心 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 扩张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张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 再扩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说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问一些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的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些众生 彼此相爱 如同宝一样 我们也愿我们也愿所有的站等 灾难 异行 多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华 神在佛华 法身的家庭 有清净的身 空 一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找 也愿我们 也愿我们 只教善用 没有教任何损用 远离一些恶人 愿我们 身体健康 能力才圆满 方便修功德 波罗密 也愿我们 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增长 早日征得 内在的法身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 所修的功德 回先 供养给每一顿 正当正最佛华 每一顿 毕自佛 每一顿 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 每一位法身 法门导师 有容不 主持 容不 他们 只有法 圣 师父 和老奶奶 等等 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 所修的功德 浑香 给我们 另一位 祖先 以及 过世的 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 也把功德 回向 给我们曾经 冒犯过的众生 然后接着就请 大家 得知 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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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得 愿 在泰国法尘世纳档 我们要主办 法会的时候 通常如果什么时候要合影留念 大家就要一口同声地说 巴黎语三个字 大家知道吗 是什么字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我们先看短短的影片 然后等一下再解释 这是发生在1998年 24年之前 那个时候我们发生设立塔还没有完成 然后龙霍就鼓励我们一起来完成 在塔里面中间的那个部分 每一次完成一部分 就会来办一次法会 大家一起来随喜功德 这是塔里面的中间 这是塔里面中间的功能 这是塔里面中间的功能 是一步的 这是塔里面中间的功能 太多人一起来,对于侯德。 齐掌美,对于侯德。 齐掌美,对于侯德。 齐掌美。 齐掌美,对于侯德。 大家听到了吗? 齐掌美,对于侯德。 你们知道吗 七当每次从那里来 不是法身是发明的 不过是来自 在《大藏经》里面 所记载的一个故事 在佛陀时代有一个人 他的职业就是养牛 有一天他的牛不见了 就是牛跑到森林里面去 他就要追 我的牛在哪里 当他进去的时候 时间也到了中午 到了中午会怎样 肚子会叫 肚子里面的始终响起来了 他就要找办法要吃饭 但是森林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刚好他遇到一所寺院 那个时候寺院 是在森林里面 他就是跟那里的笔修们讲 师父 你们用完餐了对吗 那接下来 有没有剩下的部分 能不能给我一部分 能不能给我一部分 只想得 只想得 那笔修们也是 吃杯嘛 那就给他吃饭 那当他吃饭好呢 他边吃饭边观察 有剩下这么多饭菜 他就问笔修们说 师父 今天你们到外面去 受邀请对吗 人家邀请你们去受供养对吗 才会有这么多食物 那笔修们就说 没有没有 今天我们都没有去外面 这是正常 这么多食物是正常 那这位 居士听到了 就感觉怎么样 哦 我辛辛苦苦的工作 都没有办法 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有这么多 但是笔修们呢 好像不要做那么多 老累的工作 就可以吃到这么精致的食物 好吧 他就下定决心了 师父 如果要出家 跟你们一起住 可以吗 那笔修们也很慈悲 好吧 那你就来出家 然后就在这边修行好了 他就在那边修行 每一餐都吃得很丰富 就长得很圆满 大家 三天而已 吃到饱 吃到饱 然后呢 吃到 然后这三天呢 不只是吃饭 对吧 他还要吃戒律 227条 还要修行 静坐 还要做一些 出坡的工作 那当 那当 当他做了三天 他就觉得 虽然食物很精致 但是我 会受不了的出家人的生活 出家三天而已 又想还俗了大家 他就还俗 还俗去工作 还俗中工作三天 他应该是 他消化很快 就好像三天就变瘦了 大家 又回想到 我出家的时候呢 我可以吃到很多 好吃的东西 怎么办呢 又回到那个寺院了 师父 我可以再一次出家吗 比修门也是很疾悲 就让他出家 就这样 出家还俗 出家还俗 六次大家 六次 有一次 第四次 他在家里 他遇到一些 家庭的问题 让他感到 无常 这个无常 不是 你 把他 被其来 你就会 真正的了解 他的意思 然后真正的 去体验 那当他 感到无常 的时候呢 他就联想到 我在出家的时候呢 我有听法 师父们怎么说 他就把行径定下来 那时候还没有出家 就 正了出国 正了出国 然后呢 他就跟 比修门讲 师父啊 能不能再一次 让我出家呢 让我出家呢 比修门就怎么说 你真的要出家吗 你的头啊 就像磨刀的石板一样啊 就剃头太多次了 你真的要吗 他就说 要 我真的要出家 我真的要出家 那他出家 两三天之后呢 因为他知道了 怎么修行 而且他 知道了 那个无常 真正的意思 是什么 他完全可以放下 再过几天 他就 成阿罗汉了 嗯 成阿罗汉了 撒头 那当 当成阿罗汉了之后呢 因为时间 才过三天而已嘛 就会有其他的 比修来 呃 到他 时间不是到了吗 不是该 还俗的时间了吗 这位比修呢 就说 嗯 我之前呢 因为烦恼的关系 我才会 还俗 回家 但是现在呢 我没有烦恼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 还俗 回家了 那当比修们听到 这句话 我是跟他随喜空德 他就先 怀疑 这位比修 是不是骗人家 出家 还俗 出家 还俗 这么多次 怎么可以 在短短的时间 成阿罗汉呢 他们就去 拜见佛陀 然后就 向佛陀说 佛陀 这位比修说 他没有烦恼了 他才不会出家 他才不会 还俗 回家的 嗯 佛陀就说 是的 我的 儿子 那个 佛陀用 儿子 这个词 就表示怎么样呢 他 修行 有所成就 有所成就 我的儿子 真的 没有烦恼了 哦 那个时候 比修们 就正在讨论 哎 你看 你看 有福报 能够成阿罗汉的人 才会这样 还有 还俗 出街 还俗 出街 这样 六七次 哦 哦 明天会有人批迷来分享佛法 然后我们后天再继续听 今晚能批祝福大家 祝大家深信与快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后天见